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给人去追寻的渴望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来演示一下 首先打开检验APP 然后点击加号 开始创作 点击素材库 选择黑色的背景图 点击添加 点亮背景图 把它的时长适当地拉长 拉长到大概六秒左右 点击返回 接着点击文字 点击新建文本 在这里面输入想要显示的文字 选择一种比较粗的字体 调整一下大小 给它添加一个动画效果 点击动画 在这里面选择一个入场动画 选择缩小 时长调整到大概1.5秒 点击对号确定 把文字层的时长 拉长到与背景图片的时长一致 到这里先导出视频 点击加号 重新新建一个项目 导入一段视频 或者一张图片 点击添加 接着点击画中画 新增画中画 把刚刚我们导出的视频 导入进来 用双子把它拉伸至满屏 接着点击工具栏中的混合模式 在这里面选择变暗模式 点击对号确定 移动播放指针看一下效果 然后把播放指针 移动到文字 缩小到镜子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把这个文字层分割开 点亮后半部分的文字层 然后在工具栏中 点击蒙版 选择线性蒙版 现在线性蒙版是在文字的中央 所以我们不需要调整它的位置 直接点击对号确定 接着在工具栏中找到复制 把复制的文字层拉到下面 然后拉到前面来 对齐上面的文字层 点亮它 然后再点击蒙版 然后再点击蒙版 接着点击左下角的反转 点击对号确定 接着在开头的位置 点击零行账号 添加一个关键针点 然后把播放指针移动到结尾处 在这个位置上 把文字内容往下边拖动 移除画面 按照这样的方法 点亮上面的文字层 然后在开头的位置 给它添加一个关键针点 移动到结尾处 然后把文字往上面移动 移除画面 点击返回 返回 最后我们给这个视频 添加一个背景音乐 点击音频 点击音乐 选择一首喜欢的音乐 点击使用 关闭原声 到最后我们点击播放 预览一下最终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评论收藏家观众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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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